韓粉現在就在開始發起罷免 罷免要一段時間 可是你怎麼看 這個韓粉現在要罷免 這幾個人的理由 他們現在點名了四個人 你怎麼看 那另外就是唐湘龍的說法 反正2022地方首場選舉 國民黨一定崩盤的 你看他們已經看到 國民黨2022一定崩盤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氛圍 到時候自然會有人拱韓國瑜上來 你這麼認為嗎 我不這麼認為 而且我覺得 國民黨現在還想要抓著韓粉 抓著韓國瑜 這個心態是有點奇怪 為什麼呢 因為你知道 隨著時間過去 很多事情開始有了解釋 比如說你如果有印象的話 2018年的時候 韓國瑜當初不是告訴人家說 他就是手頭拮据 然後靠著這個一瓶礦泉 一碗滷肉飯打選戰 然後先跟他的選民支持者 先借政治獻金 然後等到他選完了之後 他都會捐出來 我想光綺姐應該很清楚 當初韓國瑜是這麼講的 就事後我們發現 不是韓國瑜自己 其實本來就很有錢 而且光是最近 我告訴你一件事 最近光是韓國瑜手上持有的一檔股票 價格就大漲了十幾二十倍以上 在去年 我們在談到韓國瑜持有 有一檔股票的時候 是中天生劑的轉投資叫核一生劑 那核一生劑這一檔股票 在今年二三月的時候 股價大概維持就是二三十塊左右而已 結果你知道這一檔股票現在漲到多少了嗎 前一陣子我們想說韓市長應該在煩惱說 這個罷免案的時候 我後來看看他應該也沒這麼煩惱 為什麼呢 因為你看一下 這個核一生劑的股價從二十幾塊錢一路漲到 在六月十一號最高點的時候漲到兩百多塊錢 所以這一檔股票整個漲了十倍左右 那你要想說當初韓市長持有價格是多少呢 他當初持有的價格呢 我們所看到他用票面價十塊錢去持有 所以他當初投入是一百萬哦 天啊 到最後是韓國瑜發大財欸 對 然後所以你看他如果在當時就這幾天 如果賣掉的話是一兩千萬哦 所以價差 你看 國民黨中朝委還說你看韓國瑜 那個選舉補助款都會拿 這個就是為什麼我看到那個國民黨 中常委講這句話的時候 我突然覺得大人有點噁心 罵到自己 就覺得人家明明就是很有錢 你幹嘛講了一副好 他就不愛錢不要錢的樣子 他如果真的不愛錢不要錢的話 那你當初二零一八年選舉的那個捷餘款 你就捐出來嗎 真的 那講了那麼久 一年多過去的有捐嗎 沒捐嘛 不但沒有捐 那我們也看到什麼呢 除了去年他們打選戰 那時候不是到很多海外去募款嗎 對 募了多少 坦白說這個到底進賬多少 我們也不知道 但至少我們現在看到的股票賬面上面 這一筆從一百萬增值增加到一兩千萬 這個總是事實的吧 難怪韓國瑜要成錢 那先玩一玩再說 搞不好 但這個時間我就講說 你都有錢成這個樣子 那你再告訴我說 那個本來就是應該進國民黨帳戶的錢 講得好像你很不愛的樣子 這不是很奇怪嗎 所以我們才說在這個時間點 國民黨還要一直跟韓粉綁在一起的時候 我就覺得國民黨不知道哪裡 沒有思考清楚 為什麼 因為大家都知道大選你要獲勝 藍跟綠的基本盤 你一定要爭取中間選民嘛 中間選民的觀點最重要啊 那中間選民最不能接受什麼事情 最不能接受你講話 尤其是公共政策上面的無厘頭 那你會發現他們現在韓粉在所謂的 報復性的罷免 或者說他們現在要改名字 叫什麼什麼什麼性的罷免 不管你哪一種罷免 你會發現他們舉出來的理由呢 都很奇怪 為什麼呢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他們現在要罷免黃捷的理由 各位看看這沒辦法說服你 罷免的黃捷的理由叫做 媽媽說做人要罷免 還寫一個巴捷 你告訴我媽媽說做人要罷免 這是哪一文字罷免的理由 這是什麼意思 這什麼意思 我也聽不懂啊 那你就會發現 那這種類型的講法 只有韓粉才會去傳嘛 正常人誰看了會覺得說服得了自己 然後下面叫一個 寫這個話 你這個話除了公然侮辱人家之外 我一點都看不出來 你憑哪裡說服我要罷免黃捷 是啊 然後第二個來再看這個 這個叫做罷免鬼混政客 然後庶民有責 這種庶民兩個字 我問你他現在要寫給誰聽 寫給韓粉聽嘛 那前面叫罷免鬼混政客 我問你韓國瑜去年跟黃捷比起來 各位觀眾你的心中 覺得誰比較混 對誰比較鬼混 在觀眾心裡面 至少韓國瑜市長去年 連致京區這件事都解釋不清楚 而黃捷扛起市議員的責任 他還是有問理的嘛 那所以你看這兩張韓粉現在傳的 在找罷免黃捷的理由 你覺得說服得了你嗎 不能吧 所以我就講說在這個時間點 你看到現在韓粉在罷免 韓國瑜罷免黃捷的理由 找出來的都是因為不知道理由 所以乾脆亂找 連八階是什麼東西 我都不知道 所以你在這種情況之下 如果他們沒有辦法說服得了 中間選民 而這個時間其實我有看到 雖然國民黨有人說 這個我們是不介入只關心 但是我也看到有國民黨的人 即便不是現任黨公職 他也是跑去跟著一起在搞罷免的行為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 對中間選民來講 這個帳你國民黨難道不要扛嗎 你怎麼樣看起來都是要扛的嘛 所以我才說在這個事情 他們這些在罷免黃捷或其他人的 你沒有具體的理由 你也沒有看起來說服的這些理由 那你做這事情 你其實跟中間選民走在反方向上面 那你在這個時間 在看到這些現在跳出來講話 在幫韓國瑜另外一種造成的人 其實說實話 他只是在幫到忙而已 然後最後回過來講 到底韓國瑜能不能當雲林縣的 這個縣政顧問 其實我覺得是可以啦 你知道為什麼嗎 他非常總經理他是不是 不是 因為雲林縣有好幾個酒莊 我想他當酒莊代言人 不要笑 我就知道沒好事 不好笑